I like to be educated But I'm so frustrated Hello to my loneliness I guess the endurance is bliss Take me back to before the noon Oh I ain't take it out of cure 在Phil這段時間主持過很多不同類的節目 最近的工作其實都很難忘 包括前陣子去了台灣去體驗一些很冷門的職業 要做分亡犀絲 要在一座很大的廟前面跳港盆舞 大家看到藍哥的樣子就會覺得 他應該很大膽 一定很放 但原來出來後我是很害怕青和很蠻蠢 所以我覺得這個節目都很難忘 因為完全是挑戰我的膽量 我發覺原來我真的不是那麼戰鬥格 其實我走出去都是怕醜的 我覺得這個節目好玩 而且最近也做多了一些知性的節目 包括是一個英文的一小時雜誌式的節目 跟很多各行各業政界的人 藝術界、財經界的人要聊天 那是很考反應的 因為其實你很多事情都不會全懂 譬如你講航天技術 或者講DNA的東西 那你要即時拿你畢生接觸過的知識 然後要即場懂反應 還有很多時候我現在學的東西 就是如果嘉賓的立場跟你是不一致的時候 你怎樣禮貌去表達你的思想 同時又尊重對方 那這些都是我覺得很銷魯最近 但是很好玩的節目 還有最近因為有另一個節目 就是帶世界各地來香港的領事 去體驗香港的生活 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譬如去無端端邀請瑞典的領事 跟我一起打一張椅子出來 然後大家做到新水新汗 然後可能去帶一些外國領事去渤蘭街 當然我們要玩一些很健康的東西 雖然都很香港地道的波蘭街 但是我們會體驗很多香港文化 我覺得這個節目是 除了觀眾會有對香港的全身角度之外 我覺得我自己也是由頭認識香港 雖然在這裡大 但是原來香港是在外國人眼中這麼好 為什麼我們香港人自己 很多時候忽略了這些這麼正的東西 他們可能看到蛋撻影很開心 或者說我來香港也來了一百次 但你問我香港土生土長 可能你數十次都不知道有沒有小到大 所以這個節目令我更加喜歡香港 還有我覺得要多些香港人 去珍惜香港有的好東西 如果你說我最想拍 除了之前有提過想做一些社區服務的節目之外 我很想…不知道可否劇透呢 我很想拍我去找住在外地的家人 因為我沒什麼家人在香港 基本上大部分時間自己一個 有時媽媽在這裡 但我很想拍一下英國 或者去澳洲 或者去冰島找我姐姐 其實這些我覺得可能會讓大家認識到 更加真實的李超男媽 還有是我最想表達的東西 香港人究竟去到世界各地 是怎樣生存 還有其實我們香港人這麼聰明 出去是做什麼的呢 我很想有這些節目 如果說了我喜歡的音樂 其實我有小到大 是彈classical 鋼琴比賽的人 但如果我現在打開電話 給一個playlist 會嚇到你 因為非常之多的hip hop 非常多lo-fi drum and bass future bass 全部是可能不是太多香港人聽的東西 但是廣東歌我都聽的 所以比較是混合性的taste 我覺得我在音樂方面 還有我最近喜歡這個classical trap 就是把古典音樂混合了trap 我覺得是我做運動做家務 一定要聽的東西 但是你說如果我喜歡的顏色 或者其實我聽歌 聽到什麼顏色 其實每首歌不只有一種色 我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說 每個chord都會有一種色 或者每一個音都有一種色 例如今歌會太複雜 C major 它是一個白色 但加了一粒音 它變成C7 這些是普通人沒有聯角這個問題的人 不會知道我說什麼 但聯角就是當你聽到聲音的時候 你有顏色的體驗 好像有味覺的體驗 這些都是聯角來的 我自己喜歡的歌很多時候是紫色的 我發覺 可能比較沉悶 或者是入夜的那種氛圍的歌 我自己都好像越大國越喜歡紫色 我先說我對AI的看法 其實我是一個很喜歡在科技裡面 找奇怪的glitch的人 他出錯我就會很開心 例如我打遊戲 我打帝國什麼什麼 先說 我看到那些村民耕田 但是旁邊打仗 著火還要站著耕田 又或者我派一個村民去掘田 它混了一個磨坊 出不了你 我就很開心 我覺得我打遊戲最大的樂趣 就是找AI的錯處 所以AI對我來說是一個 我私底下娛樂自己的工具 或者看看現在的人做的景圖 做到錯了 身是貓 但頭是人 我就很開心 但是如果你說 用來做音樂的話 我就會 這一刻 我覺得我絕對不會 因為我覺得音樂創作給我 是我表達自己思想的一個方式 或者工具 生活在城市 其實壓力很大 不是很多機會 說自己的話 如果你再把話語權交給AI的話 我就覺得 我會想自己獨佔這個 這個表達的機會 但是不知道的 可能AI將來我會做一些 很古怪的MV出來 然後就是 全MV都充滿著AI的錯處 可能會在這個方向 我自己覺得做社區計劃 或者所謂幫助弱勢社群 這個在自己的社交平台表達 是很難的 因為很容易被人覺得 你打卡或者你博關注 但矛盾位就是 其實你想多些人跟你一起做的時候 你是需要這個關注 但可不可以用一個方法 就是不要關注外人 關注件事 例如之前 有一段時期 很多老人家或者殘疾人士 他們出入醫院的 口罩消耗量超大 他們是買不到口罩的 我就集合了很多人的力量 都是用社交平台去做 兩三天已經很多人幫忙 然後兩天解決了問題 然後我是覺得 其實有些事情是 要犧牲的 人家怎麼看你 你可能第一下 你會覺得 其實我不是這樣的意思 我不是想打卡 但是 我又問自己 其實別人這樣看 我會不會繼續做 我都會繼續做 因為我做這件事的出發點 是要幫人解決問題 我不是要去 娛樂一班人 或者想他們怎麼想 他不認同 我都會繼續做 因為我相信這件事 而我覺得有時候 又是 城市長大的人 很多時候會很質疑自己 他們可能有時候留言 說他有什麼居心 其實他們在質疑自己 才會有這個表現 所以給這些人 我會很想他去 跟我一起做耳工 我覺得他要真實體驗 原來他可以帶到一個影響力 給別人 他會對這件事的看法完全不同 還有 有些人會問 李超王之前 每天做這些事情 是否他走火魔 或者 有些人會問 這是不是你的興趣 但我想說 從來不會有人 應該這樣說 我從來不會當別人的苦難 是一個興趣 你不會當別人需要你幫助 或者求助 是一個娛樂 所以他不是一個興趣 而是 究竟在這個時代 你微小的力量做了什麼 那你先做吧 不要想太多 最近參與了一部劇 很開心 是我最喜歡的 不是性感的角色 我來一次 更大的性格那一面 就是今次做女鬼 大家馬上問 他的性格裡面有什麼女鬼 他有生前死後的氣氛 所以今次為了準備這個角色 立刻在看潘兆聰的節目 看他 如何讓人知道自己是流的 或者是真的 我兩樣都學了 因為我覺得我的角色 有點逆正逆邪 在他的職業操手上 然後這個經歷最… 最… 不要說辛苦 最大的挑戰 是我要做一個長髮披臉 塗上白色臉的白色長袍的女鬼 每天都拍差不多十幾十八個小時的 有一天 也有情緒大爆發 還有哭到鼻涕流了的 腸口 所以我覺得其實都挺過癮的 做這個角色 還有正直拍的時候 就農曆七月了 我又皮膚敏感 所以我就決定不下妝回家 然後大家都覺得 這個女人好像有點問題 回家就是這樣 然後我也跟大家說 你們在車營群見到我 就千萬不要驚訝 你照顧我 不用怕的是我來的 B 抒情的慢歌 接下來真的有一首歌是抒情慢歌 有二虎加這個HIPHOP classical trackHIPHOP C 藍染衝光 曬照 因為木製和剛才AB兩個選擇 拍攝節目已經做了二萬次 想試新的 C 我要出散文集 因為我小時候 六年級出過一本 小朋友角度看世界的散文集 我現在來到 這麼大依依的年紀 我想出一本 依依看世界 最新一期PCM已經出來了 Covered Face由我 藍哥李超男 買了沒有 還沒買我就寫落小器寶